第一时间知道他就是不幸离开的时候是觉得很难过啦 然后刚得知他却等我只有心想说 诶 糟了 就是我这样中的几率有多少 一天是6月7号金船 48岁流星摄影师在厕所内暴毙 经PCR裁剪 确定感染新冠肺炎 最后与该名摄影师合作的主播大道奈旭 9月在FB发文 刚刚快筛结果是应性 已经返家大消毒后继续自主隔离 等待PCR裁剪结果 第一时间知道他就是不幸离开的时候是觉得很难过啦 然后刚得知他确诊 我只有心想说诶 糟了 就是我这样中的几率有多少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他是什么时候发病的 然后他的接触是什么都不明 我家里还有小孩 我有两个 但是目前只有一个在台北 刚刚也很多人来吸引我说 我是不是赶快把小孩送走 可是万一如果小孩就已经有了 我把他送去台中老家 那不是把 是把病毒往台中送吗 小的因为其实就是 我们5月18平课嘛 但他那个之前他就刚好回去台中 所以小的我就一直没有接上来 那大的是因为他小二要线上上课 我就把他接上来 你那么久没播 为什么这次要回去播 就是因为要分流 人力很吃紧 因为其实我一年多前转特注嘛 然后我其实就很少去 我其实就几乎没有播报了 这位摄影大哥 他其实就我的印象 就是他其实全程都有待 他也不是说跟你聊天 他就会拿下口罩的那种人 就是他还蛮守规矩的 其实最后礼拜六礼拜天 他都是我就是收播我都有遇到他 然后我说实话 他看不出什么异常 就是没有说看起来很不舒服啊 或是什么 他甚至连咳嗽都没有 唯独就是他那两天是比较沉默 所以其实就是突然这样 我们也都很惊讶 我是觉得蛮难过 因为那摄影大哥我们认识很久了 就是应该有超过十年了 我想也没有人会愿意生病啦 其实公司早就规定 摄影在房内一定要戴口罩 平常我们肮大概距离 有1.5到2公尺 肮完之后是消毒 手消毒再把口罩戴上 那现在因为疫情很严重 我们通常就是 回家就是全身洗澡 然后把口罩丢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与肝命摄影师 在同东大楼办公的主播张亚晴 9日早上也前往医院快筛 索性结果呈阴性 并表示看过监视器画面 摄影大哥进厕所前毫无异状 事发突然 令人遗憾 曾和该名摄影共事一小时的 主播吴依璇 则在FB报平安 我PCR阴性啦 感谢老天保佑 也感谢已故的摄影大哥庇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